老师们和同学们大家下午好 现在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培训 首先谢谢各位参加图书馆举办的学术影响力提升计划系列讲座 为了保证培训的品质 培训中会记音各位的声音 并分享主讲人的屏幕和PPT 如果有问题可以发送在对话框 或者记下来等结束后开启语音 主讲人会统一回答大家的问题 另外本场结束之后也会在线分享PPT 这场培训是图书馆联合Sage出版公司一同举办的 主题是Sage主编助力如何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帮助大家从期刊编辑和作者的角度 来了解期刊论文发表的全过程 除此之外图书馆也订购了Sage出版社 出版几百种电子期刊和上万种电子书的全文 这些资源在图书馆网站上都可以检索 欢迎大家使用 希望对大家的学习研究和教学工作有所帮助 那么现在就欢迎这次的主讲人田老师为大家讲解 田老师你好 中老师你好 现在那我先分享一下我的屏幕 是的 中老师可以看到我这边的屏幕吗 嗯还没 来让我再看一下 嗯 现在可以看到我的屏幕吗 看到你的桌面了 看到我的桌面 好的 好 现在也可以看到我对吧 嗯还 对看到看到你的 嗯好 我现在进行了播放 现在这个播放是不是 是对的 是对的对吧 嗯嗯好的 嗯好 嗯 那我就开始我今天的这个和大家的一个交流 各位老师和同学大家好 呃大家下午好 非常荣幸呢 可以有机会跟大家在这一次呃这里做这些交流 那我呢就是跟大家先打个招呼 然后我会暂时的先关上我的这个视频 以保证之后我们这个语音整个的一个通畅性 然后最后回答问题的时候我会再打开我这个视频 嗯 先向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呃我呢是CG旗下 Clinical Medicine in Science Oncology的执行主编 以及呃 Cherapeutic Advances in Neurological Disorders的期刊编辑 那我呃自己在这个做专业的这个学术编辑之前呢 我呃也是从事研究工作 在我自己的博士和博士后阶段呢 我自己作为作者 也撰写过一些文章以及发表过一些文章 那个时候我对自己的文章投出去之后会发生的事情 感到非常的好奇 那我自己结束了自己的博士后工作之后呢 有幸成为一名专业的学术编辑 并且我在一系列的医学生物学以及工程学的期刊上 工作了四年多以来 我看到过非常非常多作者优秀的文章 呃也看到过很多的非常惋惜的例子 就比如说他本身的实验设计等等 其他方面非常非常好 但是由于种种其他的原因 他的文章呢 没有能被发表在最新的期刊上 所以说呃今天呢 我希望通过我的分享 会对大家这一方面有所帮助 那这个是今天分享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提纲 首先我会介绍一下呃 C纸呃的情况 以及他下属的一些期刊 第二部分讲一下如何选择期刊 下面就是系统的介绍一下 我们在准备稿件之前 所要需要的一些需要的注意事项 以及如何准备我们的稿件 下面是这个稿件的同行评审呃审稿过程 以及他的呃经常会遇到的一些被据稿的原因 最后呢是我们的呃小的总结和学术分享 那首先简单介绍一下呃 Sage出版公司的一个情况 那Sage呢是世界上呃领先的独立学术出版公司 每年出版的这个图书超过900本 现在出版超过1000本学术期刊 内容呢呃涵盖非常非常的广泛 它涵盖人文社科商业 自然科学科技和医药等广泛的学科 并且与世界上500多个学术机构合作 那Sage的员工呃遍布世界各地呃 有将超过两呃将近2000名的员工 为世界各地的这个教育和科研工作者服务 同时Sage也是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 然后1965年创建于美国纽约 成立50多年以来呢 始终致力于出版高品质创新型的教学和研究内容 帮助我们的全球学者以及从业人员 贡献教育和科研 并且在世界各地也逐渐建立了分公司 并且不断的补充和增加了各种产品线 服务于更多的作者和教育科研工作者 呃从做呃这个产品方面呢 除了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一些期刊方面的产品 我们还有比如说2008年推出了这个 Sage研究方法的这个数据库 它是针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开发的创新性一战 是在线资源 那2010年呢是跟英国机械工程师学会合作 那英国机械工程师学会的期刊数据库 它是非常著名的学术期刊 内容呢又涵盖了呃比如说交通运输 航空航天海洋科学材料科学等机械工程领域的核心内容 那2012年呢是这个英国著名的学术出版社亚当马修成为了Sage下属的这个品牌 亚当马修呢是以出版原始手稿珍惜图书和其他原始资源著称 呃他收录来自于欧洲北美非洲和澳大利亚等图书馆和档案的一些文档 那这个就是简单的一些呃产品的介绍 那下面呢是Sage呢在科学出版 这个行业的各个学科呢都富有非常非常良好的声誉 在任何情况下对于出版学术作品的质量都不会有任何妥协 在呃这个开放或许就是open access的领域呢 也是呃享有盛名的这个出版商 那在开放获取期刊呢与其他订阅期刊一样 在致力于保证出版质量在开放获取出版的方面 呃他是学术出版社协会的创始成员之一 并且是出版伦理委员会的成员之一 这些都保证了Sage呢致力于出版高品质的开放获取内容 呃这一张简单的是一个呃截止到2020年底的一个数据呢 Sage呢现在拥有呃将近200本的这个金色开放获取期刊 发表了超过一万一千呃篇的这个开放啊 金色开放获取的文章 那发文的作者是来自世界上165个国家和地区 超过4000个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作者 那Sage的开放获取呢覆盖的学科范围非常广泛 那学科范围包呃从人文社科到科学技术以及医学领域都有覆盖 如果说大家对这个Sage旗下的期刊有兴趣的话 可以通过这个网页来访问一下 那这里呢我就不再呃花呃占用大家更多的时间 嗯下面呢就是有些同学可能比如说自己投稿经验 并不是很多自己这个在科研上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初始的阶段 那这里我就简单先介绍一下一篇稿件投出去以后 会大致经历的一个旅程 首先呢是一个投稿 那一般情况下现在都是在线投稿 也就是通过他的投稿网站网址投稿 那你的文章投出去之后呢 首先会经过一个编制编辑部的初审 也叫editorial assessment 然后如果说一切顺利的话 你的稿件会经过这个审稿 也就是同行评审 然后同行评审返回了意见哈 以后他会有一个修回的过程 然后如果你的修改呃编辑和这个审稿人都觉得你已经赶到了让他们满意的程度的话就会接收之后是一个生产最后出版再现 然后最后就是我们可以在各种网上的数据库啊或者是纸质的这个期刊资源上看到你的文章 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 那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呢 我们的文章可能会有可能会被拒稿 也有可能会被转投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了这两种结果呢 那我下面的这个slides就会跟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 首先讲一下如何选择这个适合自己这个文章的期刊呢 首先我会建议大家在什么时候选择期刊 我会建议大家在这个完成自己的这个研究之后 但是在写文章之前 这个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这个不同的学术期刊啊 即使是同一个学科领域的 他对格式的要求也会有所不同 所以说如果是你在写之前就已经对对他这个格式要求比较清晰的话 会节省很多后期的呃准备稿件的时间 那我们在考虑自己选择期刊的时候又呃非常多的因素啊 这些因素就包括比如说这个期刊的影响力影响力 嗯我们大家最熟知的一个因素可能就是影响因子 那除了这个影响因子以外呢 其他的因素包括这个期刊 他是否是一个这个针对于某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期刊 或者他是否是一个国际化的期刊 以及他的这个可见度如何 呃下面一个因素是这个出版模式 出版模式主要就是包括 他是一个传统订阅模式的期刊 也就是说你这些文章发表在这些期刊上的 文章呢你可能必须要通过呃学校图书馆的这个数据库 购买的数据库才可以访问到 比如说你自己在家里面通过呃百度啊谷歌啊 是无法这个访问到这一些文章的全文资源的 呃或者是这个呃期刊是否是一个开放获取的期刊 开放获取呢也就是说你可以自由的访问到这些期刊的 呃这些文章的全文不需要通过这个学校的数据库 下面是同行评审的模式 同行评审的模式呢 现在我们常见的主要模式包括这个单盲评审 双盲评审呃还有现在呃越来越开放的 包括这个开放式同行评审 也就是说作者知道审稿人是谁 审稿人也知道作者是谁 那还有更更加开放的审稿模式包括呃这个审稿之后呢 这个呃审稿人的这个整个的审稿的评语也会同这个发表的文章一起发表在网上 这个就是完全公开透明的同行评审模式 下面呃大家要考虑呃会考虑的一个因素是同行评审的速度 就是说比如说你希望你的文章比较快的呃进行同行评审并接收并且健康速度也比较快 那可能你对这个速度会有一定的要求 呃下面一个方面是是否在我们这个呃发文这个过程中会产生任何的费用 这些费用可能就会包括比如说文章处理费 这个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啊 我们一般叫他叫apc 这个一般就是开放获取的期刊会收取的一个文章处理费用 或者是有一些期刊他会这个收版面费 就叫page charge呃这个可能 大家要根据自己有没有相关的这个呃基金支持啊 或者等一些其他因素去考虑呃这里我经常就是跟比如说同学们老师交流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对这个出版过程中产生的各种费用不是特别的清楚 比如说呃不是特别明白这个文章处理费和这个版面费或者是 采业费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那这里呢我们这个sage呃这个 博客呃我们其中的一名资深编辑就专门写了一篇小的博客来给大家就是讲一下这些费用到底是如何产生的他们到底是用来做什么呢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就是通过这个链接去看一下这个呃因为我的这个PPT之后这个钟老师会分享给大家吗 所以大家不用记这个那其他的选刊中可能对大家有帮助的呃方面包括你可以跟这个你的同事啊或者是你同实验室的实用师姐老师去聊一下 然后你会得知你这个领域里边呃享有盛誉的口碑比较好的一些期刊得到一些他们的建议那呃还有一个是一定要呃仔细的阅读这个期刊的这个投稿指南这个我下一页会具体的讲述一下 呃最后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呃我们一定要避免选择一些什么样的期刊呢就是一定要避免选择一些比如说投稿指南不太清晰或者是他审稿的过程也不太清晰在他的网站上没有明确的说明的这样的一些期刊就是因为有一些期刊就很有可能是所谓的那种掠夺性期刊就是呃我们所说的predentary journal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避免自己的这个研究发表在这种不太正规的期刊上面 呃好那我们呃刚才也讲到说这个期刊主页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用的一个我们的资源实际上在期刊主页上基本上你可以获得自己呃投稿所需要的基本上啊方方面面的信息 那这里呢我们就以这个clinical medicine in science oncology为例 我们在他的期刊主页上你可以看到呃非常清晰你可以找到他的这个期刊的影响因子 以及在他下面还有这个journal indexing and the metrics 如果说你想知道这个期刊被呃哪些数据库比如说scopers啊 pubmed 或者是呃SCI有没有引用的话你就可以直接点这个链接进去会可以获得你所需要的一些信息那还有你可以清楚的看到他的这个目标以及收稿范围的这个信息以及他的投稿指南等等等等都非常非常清楚包括他会考虑的这个文章类型呃这本期刊是一个医学类的期刊所以说他的收入范围在医学类呃 这个这个期刊中还是比较广的从这个研究型论文到这个综数型论文到这个呃系统综数呃会最分析病例报告以及这个study protocol就是研究计划他都会考虑那当然我们呃其他的有一些同学可能不是做医学相关的研究可能比如说是材料学呀或者是呃其他呃学科同学那你所选的期刊中可能不会有比如说这个case report 呃这个病例分析呃病例报告这样的文章类型 下面呢是 如果大家呢没有还没有一个确定的期刊我在这里向大家推荐两个sage技巧非常有用的并且对作者是免费开放的选刊工具那第一个选刊工具叫sage journal recommender 然后呢通过这个链接你就可以这个获取这个工具 然后他的操作也非常简简便就是你只要输入你的文章的题目以及关键词的话他就会给你一系列的sage旗下可能会跟你的这个呃文章相关的期刊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大家也可以看到是一个比较模糊的匹配因为他的信息比较少嘛 所以说呃出来的期刊的具体的是不是合适还需要大家进一步在他的期刊主页上看一下 下面这个sage pass是我们提供的另外一个更加精准的为大家提供选刊服务的一个工具 那大家如果把自己的稿件呃提交到我们sage pass这个呃就是这个提交页面上的话我们会有专业的编辑来帮你选择最合适你的期刊 下面呢如果大家已经有了一个新意的期刊但是你不太确定你自己的这个文章是否符合他这个期刊的收录范围 这这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选择给编辑或者他的编辑部发一个投稿前的咨询的邮件 那这个也就是我们那个所谓的price submission inquiry 那在我们这个price submission inquiry这封邮件里面大家都要写什么内容呢要总结上你文章的这个内容 要附上摘要但是一般情况下不要附上原文因为这个实际上只是一个投稿前的简单的咨询 他主要目的就是呃想看一下我们的文章是否符合这个期刊的收稿范围 因为我们这个price submission inquiry他实际上不是一个正式的投稿 所以在做price submission inquiry的阶段呢你可以同时向不同的期刊同时询问 但是这里呢要呃呃注意一点就是一旦你向一个期刊提交正式提交你的文章之后呢 你不可以向第二个期刊再提交你的文章除非你的期刊在第一个呃除非你的文章在第一个期刊上被拒 或者是呃呃终止了整个的审考正式终止了整个审考过程 否则的话就会造成一个比较严重的学术不端现象叫一稿多头 呃下面呢我们就开始讲一下在我们投稿之前所要呃知道的以及一些一些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首先我想讲一下是一个关于这个第三方的编辑服务的一些问题 现在呢可能呃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第三方编辑服务 种类非常非常多但是呃对于尤其是我们这个呃一些做科研时间并不是呃很长的经验不是很多的同学来讲可能有的时候会不是特别清楚到底哪些是合理的可以使用的第三方的这个服务 哪些是不合理不应该使用的总体来说呢有一个原则就是说这个第三方的编辑服务 他应该是基于帮助作者更好的准备稿件投稿的目的而主要的学术成果以及学术实验必须是作者自己来完成的 那这边呢我就给大家举举了几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哪些是比较合理的就比如说呃向作者建议呃合适的投稿期刊呃并且呢在呃在作者呢完成全文之后 作者自己写完全文之后呢提供语言上语法上的一些帮助 比如说检查标点呃检查拼写以及检查学术是呃术语的使用那以及在修回阶段的时候 作者完成了这个嗯回复性的书写然后帮助作者检查这个回复性的语言问题等这些都是呃合理的可以使用的第三方服务 那哪些是不合理的我们呃不应该使用的第三方服务呢 那呃呃这些就包括如果说有一个投稿结果告诉你他可以保证百分之百的保证你的文章出版 这个肯定是不合理我们也不可以去使用的一个这个服务 第二个呢是就是在修回阶段呢在没有作者任何的呃呃呃就是在没有作者参与的情况下代写回复信 这个也是不合理的不允许的或者是有一些第三方机构向作者承诺说他可以完全代劳整个同行评证过程这些也都是不合理的第三方服务一定要避免使用这些服务那呃有一种情况呢是这样的就是作者有可能自己呃时间比较紧张 没有时间或者是对投稿系统不是非常熟悉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了投稿 这种情况呃是否是合理的第三方服务那在这里呢呃关于第三方代头这一点呢 sage是有自己明确的立场的如果作者采用了第三方代头服务的话 那么sage所有的期刊都会要求作者在投稿的时候做出以下的声明 嗯首先呢一定要清楚的说明第三方服务提供的服务类型 包括呃姓名公司名称以及编辑服务的具体类型和程度 那第二点呢一定要说明为第三方服务付费的机构以及基金是哪些 最后一点一定要求所有的共同作者对此第三方服务的呃提供的服务都知情并且同意 而且要清楚的说明有可能涉及到的一些利益充足以及基金资助 等方面的内容 所以说在这里呢如果说你有使用了任何的第三方服务的话 在投稿的时候有一点原则就是一定要对这个编辑保持透明呃保持transparent 一定要在你的cover letter或者是你文章的呃这个声明中写清楚 下面呢是有关出版伦理相关的一些内容 那第一条呢是这个呃叫做抄袭 抄袭其实它相关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实际上就是一个重复率的问题啊 那就是实际上现在基本上呃所有的文章投进这个投稿系统之后 它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经过这么一个查虫 呃就是说呃它是一个查虫的软件啊 这个软件呢不仅会给出一个重复的分数 而且它会出一个报告包括你的哪些部分具体是跟哪些文章重复都都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标记的 所以编辑会根据这个报告做一个特别的这个判定 会决定下一步他他会做什么比如说呃 他的这个决定不是完全根据那个出来的分数决定的比如说呃 假如说这个查虫的分数是20%这个分数可能看起来已经不低了 但是比如说编辑看了一下 你的具体的重复的位置是在方法学的一些一些段落里面 并且这个方法学呢可能是一些比较常用的一些方法学 这个时候编辑可能就会要求你这个进行一个修改 他会建议你呢呃要么用自己的语言来重新组织一下这些段落 避免重复要么就是说你可以简写一下那个方法 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常见以及常用的方法吗 你其实可以引用别人文章里面的引用一下 而不用整段整段的放在你的方法里面就可以 所以这个是一个嗯呃可以允许的 并且可以允许做这修改 然后再投过来的一个情景 另外一个情景是可能那个分数没那么高 比如说15%但是这个编辑发现他 百分之15的内容都集中在了某一两段两三段 并且不是呃这种方法呃 常用的方法 那这个编辑可能就会认定为是一个呃不合理的一个重复 那他有可能就会直接剧掉那稿件 或者是呃更严重的情况 他可能还会通知作者的这个所属机构 呃下面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稍微提了一下 这个呃一稿多头以及一稿多头 有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就是重复发表的这么一个问题 那这个一稿多头我们刚才已经说过 就是在我们投稿阶段的时候 一定要避免文章投在第二个期刊上 除非你这个文章被第一个期刊拒掉 假如说 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 这个作者的文章无法继续在第一个期刊呃 继续被考虑呃作者可以撤稿 但是作者这里就是要注意的一点是你一定要等到这个编辑 呃回复并且向你确认你的稿件在第一个期刊已经被撤掉了 你再向第二个期刊投稿 要不然有可能会造成一个中间 重叠的一个呃时间段 也是一个这个一稿多头的一个呃 这么一个学术不断的行为 那这个 重复发表呢 就是说有可能 这个作者同时投给了两个期刊 然后这个 当时在审稿的时候并没有被发现 后来呢 他最后同时被发表的在两个期刊上 那这样的话 呃 肯定后期是会被发现的 然后根据这个 呃 国际伦理委员会的这些各种指南的话 这些文章也一定是会被撤回来的 所以说这个一稿多头和重复发表是 非常严重的这个学术不断行为 大家一定要避免 那其他的这个 呃 跟出版伦理相关的问题就包括数据伪造呀 数据造假 图像伪造 以及作者的纷争 那我们的期刊都是这个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 就是committee on publication ethics scope的成员 那我们都是要遵守这个 cope的各种相关的指南以及建议的 所以说呃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cope的网站上 呃 查询到更多的一些信息 嗯 下一个方面是跟预印本相关的一些内容 那这个预印本呃 有些同学可能对他比较熟悉 有些可能他不太熟悉啊 预印本呢 就是 在你呃 正式的向期刊投稿之前呢 你可能会把你的文章上传到一些预印本服务器上 比如说常见的预印本服务器呢 包括这个 Bell Archive Research Square PRG等这样的这个预印本服务器 那你的这个文章传到预印本服务器上 他不他是不会这个经过同行评审的 所以他是一些没有经过同行评审的一些内容 那现在呢 大部分的期刊 他会接受你在投稿之前 把你的文章传到预印本服务器上 就比如说 嗯 这个 Clinical Methods in Science Psychology 他的这个 投稿指南上呢 就说了 我作者可以在投稿之前 把这个文章传到这个预印本服务器上 但是有一些条件 就比如说你一定要在 投稿的时候 说明这个情况等等 一些其他情况 但是有一些期刊是不允许的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在 投稿的时候注意这点 就是要避免自己的文章 因为之前被上传到预印本服务器上 而不能被这个期刊所考虑 就比如说这个 是一本运动医学的期刊啊 Othopedic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 他说的投稿指南说的非常清晰 就是说 在像我们投稿之前 这个文章是不能被传到预印本服务器上的 如果是你已经上传过的话 那我们的期刊就可能不能再考虑你的投稿了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一点 避免这个不必要的一些麻烦在投稿的时候 嗯 下一点呢 是这个 论文报告相关 这个呢 可能跟医学领域相关的同学和老师关系更大 嗯 这个怎么确定我们这个医学 也也是这个health research相关的一些领域里面的研究方法中 最有价值的信息没有掉落 我们这个equator这个网站上面有各种各样 最新式的指南 这些指南呢 是针对不同类型的研究报告的详细建议 他们呢 都是由在这个研究设计流行病学 生物统计学和研究假设的专家所撰写的 所以说遵循这些指南 准备我们的文章呢 其实就是相当于已经站在了君云的肩膀上 帮我们接受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麻烦 那这些指南基本上都有详细的一些检查列表 指导作者呢在投稿的论文中要包含必要的项目 那现在呢是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医学期刊要求作者在投稿的时候 附上完整的这个检查 这个指南检查表 呃我个人的意见认为啊即使期刊没有要求你遵照任何任何的这些指南 但是在投稿的时候附上这个完整的检查表 还有流程图可以让你期刊编辑呢 清楚的知道你的这个整个投稿报告非常非常完整 呃我个人觉得是有百亿而无一害的 所以说如果是做health research相关的同学吗 哎希望你们关注一下这个网站 并且可以下载他的这个指南检查表来看 就是呃基本上他就是一个完整的指导你如何准备稿件的一个 这个指南非常非常有用和清晰 那下面呢我们就正式进入这个具体的稿件 每一部分应该怎么准备这样的一个环节 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标题和摘要 呃首先说一下标题和摘要他 他在整个文章和整个投稿中虽然占的篇幅不大 可能只有十分之一甚至更少啊 但是他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呃部分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大部分的人实际上只会读到你的题目和你的摘要 那从我们这个文章还没发表的时候 就是在审稿阶段的时候 我们这个编辑是如何去请审稿人的呢 我们编辑请审稿人的时候 他不会直接把这个全文发给审稿人 因为毕竟你这个工作还没有发表 他是一些应该保密的一些信息和数据 是confidential的 所以我们去请审稿人的时候呢 只会把你的题目和摘要发给审稿人 审稿人就会根据你的题目和摘要的内容 决定他会不会接受审稿 因为呃大家可能也会理解现在这些做科研的研究人员 或者是老师或者是呃同学们都非常非常忙 所以如果说他看到你的这个摘要呃写的非常差的时候 他可能觉得嗯他不愿意花这个时间 因为大家知道审一篇稿件相当于呃要花很久的时间 他不愿意花这个时间去看你这个质量非常差的文章 经常的时候我邀请审稿人 的时候审稿人拒绝审稿呃 他返回的意见中就会有一条说是 这个 abstract indicates 就是说这个从这样来看整个文章质量非常差 所以他没有没有接受这个审稿邀请 所以说写一个好的标题和这个摘要的话 也会对我们的审稿过程也就是会对你的整个文章处理的时间缩短 是大家有帮助的 那在从这个文章接受之后 这个角度来说实际上大部分的读者呢 他也是不会读到你的全文 他们只会看到你的题目和摘要 如果说看了你的题目和摘要 觉得你的呃文章写的非常非常有意思 或者是跟他们的内容非常相关 他才会进一步的去读你的全文 才会进一步的产生 比如说引用这方面的内容 所以说 题目和摘要 大家一定要呃下功夫去写 好好写这两部分 那写题目的时候呢 我这里给大家总结了几个要注意的点 那题目呢要简洁 但是同时也要信息完全 一定要第二点呢 是一定要反映这个文章内容 这一点 嗯 就是我就会看到一些审稿人的这个审稿意见说 这篇文章写的 呃不错写挺好的 但是他这个题目 呃跟他这个文章内容并不符合 所以这就是一个呃文题不符的一个问题 所以大家可以在写完自己文章的时候 呃对于自己的题目再多多思考一下 那在题目里面呢 一定要避免用这些不常见的塑写 就是如果不是呃我们 每个人都知道这种塑写的话 尽量把它全部拼写出来 最后一点呢是一个看似非常小 但实则 嗯犯错率 不是大家想象那么低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题目中一定要避免拼写错误啊 因为这个题目其实相当于你的一个脸面 如果题目里面就有评写错误的话 会给这个编辑和深稿人留下 呃比较差的这个第一印象吧 那我们的摘要呃摘要中都要写什么 摘要中一般都会包括我们的这个 嗯这个实验研究背景以及目的 然后我们这个实验方法呃主要结果的总结 以及一个结论 那在准备摘要的时候 根据不同期刊的要求 大家一定要呃进行呃不同的准备 有一些期刊要求我们的这个呃摘要呢 是一个一段式的摘要 就是你不用分成几段 也不用分结构 就是写一段把所有的内容包含进去就可以 但是有的期刊呢 要求我们是一个呃结构式的摘要 就是把比如说background meters results and conclusion 分成四小段这样来写 然后根据你自己选的期刊来决定 那在我们的摘要里面呢 不应该有呃讨论部分 同时呢摘要里面也不应该包括缩写 以及呃参考文献呃 我个人的意见会建议大家摘要呃可以放在最后写 因为在你的文章全部写完之后 你对自己的文章整个结构以及思路有了更好的理解之后 会呃对他总结的呃更详细更好一些 下面这部分就是关于文章的一个整体结构 文章的整体结构呢 这个IMRD的这个结构也就是说introduction methods result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 这样的一个结构是医学期刊论文里边非常常见的一个结构 就是这个result discussion一般是要求你分开写的 但是如果当然在座的同学们可可能有一些不是医学方面 有可能是比如说工工程学或者材料学方面的 嗯这个result discussion有可能有一些期间也是允许合在一起的 但是大家一定要就是在写作之前 先看一下这个写作要求 然后呢再进行准备 因为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啊 如果你写第一稿的时候 如果你把result discussion写到一起的话 你突然发现你这个期刊是要求他们是分开的 这是很难分开的呃根据我自己个人的这个写作经验 嗯然后我们每一部分他都有一些需要注意的点 比如说我们的introduction部分实际上是要帮助读者理解你这个工作 他的研究背景和为什么你要做这个工作 那在我们的方法部分是应该包含上这个呃具体的场景 以及具体的呃比如说统计学方法 呃样本量呃等等信息 他一定要有足够的细节 一定要保证其他的研究人员看到你的文章 看到你的方法部分 他是可以呃按照你的步骤来可以重复你的这个整个实验的 那下面结果部分就是你发现了什么 讨论部分呢就是讨论你所发现的这些结果 他意味着什么有什么优点以及有什么局限性 那结果就是呃你这篇文章想要向读者呃表达的一些主要的信息 嗯呃那因为由于时间原因吧我现在看的大概已经有三十五四十分钟 那我具体的每一部分的内容呢我就不跟大家细说 大家可以在之后看一下这个这个这个PPT来自己看一下 他其中的每个点习的也很清楚 呃最后呢全文之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些 嗯额外的一些声明的要求 大部分的期刊都会有这样的要求 一些比较共同都会要求的声明包括 嗯competing interest 也就是我们这个利益相关的声明 funding也就是我们的基金来源声明 然后还有我们的支线 那对于我们做医学类的这个同学来说呢 因为我们这个医学类的呃文章和研究 经常会包含一些受试者就是人体样本和或者是一些动物样本 那这些呢你一定要多加一个这个呃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以及知情同意这样的一个声明 那在我们的文章全部都准备好之后呢 投稿的时候有一些期刊可能会要求大家附上一个投稿信呢 那这个投稿信实际上呃回答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实际上就是要让编辑知道为什么他们的期刊应该考虑你的这篇文章 所以在投稿信里面我们可以写上我们呃主要的呃研究的科学问题是什么 以及主要的发现是什么 为什么这些发现会对这个期刊来说比较重要 那除了这些跟文章相关的基本信息之呃之外呢 在投稿信里面我们也可以加上一些信息 比如说呃如果说你这篇文章是编辑要稿的话你可以写上 或者是你这篇文章是一个专刊的某一部分也可以写上 在这里呢就是要一定要保证自己在写投稿信的时候这个把这个期刊名字写对啊 有的时候可能会发生一些情况就是说作者投了第一个期刊 呃举个例子说假如说第一个期刊叫 oncology吧就肿瘤血 但是这个由于种种原因吧可能被第一个期刊拒稿了 然后他要投第二个期刊这个第二个期刊肯叫cancer 然后他这个作者可能就直接把所有的呃文件直接上传到第二个期刊上 呃包括这个投稿信他的投稿信可能呃题目也没有修改 就直接还是用了oncology的title 这样的话可能就留下的第一项不太好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下面呢就是在投稿呃之前 我们在投稿之前呢一定要保证所有的这个共同作者都已经批准了我们的最后版本的文章 并且要决定谁是通讯作者 因为通讯作者呢在之后会跟我们的这个编辑部进行联系 包括这个投稿呀以及所有的沟通 那这个呢就是我放的一个小例子说的就是那个在投稿信里边放的那个期刊名字不正确的这个现象 嗯他实际上是想像这个期刊叫clinical medicine insights oncology投稿 但是他他在这个第一段里边他说的是他想把这个文章投向另外一个期刊叫technology cancer research and treatment 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是除了第一项不太好之外呢编辑还有可能会再跟作者沟通一下 就是确认一下作者确实是想投到这个期刊的 这样其实一来一回又浪费了几天的时间 那这个呢就是我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投稿前检查单 大家可以快速对照一下自己在投稿的时候 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完备是不是都准备好了 那如果说大家提供了所有要求的信息的话 只会加快我们编辑部的初审 会节约编辑和节约我们作者自己的时间 所以说还是希望大家在投稿的时候好好准备一下 下面呢就是好我们的文章呢一切顺利通过了这个编辑部的初审 那我们就会进入这个同行进入保证文章质量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这个环节就叫审稿了也就是同行评审环节 那我们的审稿人到底是谁 审稿人实际上就是我们那个具体学科领域里面的专家 审稿人呢他的这个审稿工作实际上没有任何报酬 他是一个义务的一个工作 实际上我们稍微有一些经验的老师 或者是我们这个做的研究时间比较长的一些同学 有可能自己在作为作者的同时 自己同时也是审稿人 所以都明白其中这个审稿实际上是一个 要占用自己的时间 但是为科研现身服务的这么的一个这么这么样的一个行为 那通常呢呃期刊一般会邀请 至少两个审稿人呃 所以一定要保证这个两个独立的审稿人给出了独立的审稿意见 那在一些期刊或者一些情况下 或者是两个审稿人的意见并不足以让编辑做这个决定的话 那他可能会请更多的三到四个审稿人这个样子 一般呃如果审稿人接受了审稿邀请的话 呃期刊会给审稿人两到三周的时间来返回他们的审稿意见 那审稿人他主要会看什么 审稿人呃刚才我们也说这个审稿是保证我们文章质量最呃中心的一个环节 所以审稿人实际上他会评判你文章的方方面面 从呃这个我们的英语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国际期刊大部分的交流语言都是英语嘛 是否这个英语书写的英语可以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 可以达到这个科学交流的目的 我们的方法呃是否合理是否具有可重复性 那我们的结果是否表述清楚 呃呃他这个文章的缺陷是否呃合理的讨论过 呃结论是否合理 还有我们的参考文献引用是否合理 是不是有很多不必要的自我引用 或者是不必要的引用等这些情况 那在这个影响因子相对来说较高的期刊上呢 那审稿人也会评判这个文章 他是不是有足够的新颖性 可以在这个文在这个期刊上被考虑 呃应该如何应对审稿人的意见呢 呃实际上呃就是如果说你收到 审稿意见不要怕 因为我们这个每 基本上每一个文章都会要求修改 基本上我很少会见到就是 经过了一次审稿一次同行评审 收到审稿意见直接接受的这种情况非常非常少 基本上都要两轮甚至有的时候 还会更多的审稿意见 所以说在收到审稿意见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积极应对 仔细考虑呢 这些审稿人给出的所有的意见 那在回复审稿意见的时候 这些就是我总结了一下 在我看到的这个 比如说做的回复的时候 会遇到一些小问题 在这里给大家就是 说一 哎 自己跳 呃说一下我们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首先呢就是说我们 这个 在收到这个决定性的时候 除了我们审稿人的审稿意见以外 这个编辑有的时候也会提一些自己的这个意见 也写在那里 就是一定不要忽略这个编辑的意见 一定要把编辑和审稿的人意见都回复掉 第二个是 呃 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交流语言是英语 但是很有可能很多审稿人和作者 他的母语并不是英语 所以有的时候你在呃表述上或理解上 并没有十分能理解上这个审稿人在问什么 这个时候不要硬打 就是这个时候你可以 发现问这个编辑 呃他会帮你澄清一下 这个审稿人的主要的 呃这个问题的目的 下一个呢是一定要提供一个逐条回复的信 什么是逐条回复的信 其实就是像这个右边的案例一样 呃 把这个编辑和审稿人的意见 呃列在上面 然后作者的回复在下面 回复了这个意见解释的原因 并且呢同时 也这个写清楚 我在我的修回稿件里边 在哪一页的哪一行做了修改 嗯下面呢就是对应这个主条回复信呢 就是我们一定要这个提供一个用高量标记 或者是用其他这个标记 比如说track changes 做过标记的一个版本 这样的话审稿人和编辑才能 不好意思这个又自己走一下 也才可以清楚的看到你的这些修改在什么方面 下面呢是如果是你呃有一些审稿意见 你并不同意的话那呃也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也是很有可能的情况 因为呃大家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意见 这个时候呢你依然要把这个审稿人的问题 也列在你这个主条回复的信里面 但是在下面你可以解释一下 你为什么不同意这个 以及如果有任何的文献支撑的话 你可以这个引用这这条这条参考文献 最后一条呢就是 我们一定要在规定的这个呃 时间内来完成这个修回 因为我们一般接到这个决定信的时候 他会告诉你 比如说大修 他有可能会给你30天的时间修改 呃 比如说有一些情况下作者可能呃 修改的时候需要重新做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呢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可能完不成 这个情况下也没有关系 但是你一定要写信给这个编辑部要求一个延期 下面这个呢就是我们sage自己为作者提供的一个 竹条回复的一个模板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链接去下载啊 这个我个人呃是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回复性的模式 他这个上面的文字主要就是解释这个 这个下面这个呃这个表格应该怎么用啊 就是他是一个表格形式的第一列呢 就是把呃这个编辑或者神高人的意见 竹条的列到了第一列 第二列就是作者的具体一个回复 就是关于问题的一个回答 第三列呢就是呃根据我的这个回答 我做出的修改在我修改的文章的第几页 第几行可以找到 所以说每次看到这样的类似的这种竹条回复信的时候 呃我就觉得呃他是非常非常清晰 然后可以呃非常快速的找到修改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种形式非常好 所以大家可以去这个链接下载也可以呃 在以后自己的这个修改过程中使用这个 出条回复信 下面就是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主要的聚稿的原因吧 那实际上即使文章被拒呢 大家呃尤其是这个可能进入科研行业 还不久的同学们可能会觉得比较沮丧 实际上没有关系 呃所有的这个文章呃 所有的这个科学生涯都会面临聚稿 那即使他是行业大牛 我相信他一定也经历过聚稿这样的情况 那实际上你收到的这些呃 同行评审的意见呢 他实际上是帮助你提高文章的 所以在呃收到聚稿的 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们不要沮丧 更多的是要分析其中的原因 从中吸取教训 看看以后呃是否可以提高我们的实验设计 或者是是否我们还可以为这篇被拒掉的稿件 找一个更好的发表的场所 那主要的聚稿原因实际上这边我总结了一下 其实就有三个大的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科学性方面的原因 比如说啊 这个研究文章研究的问题不太重要 研究方法有问题 实验重复不了 或者是性性有问题 结论过于夸张等等 那写作方面的问题呢 实际上就是比如说 写作的英语比较差 编辑和深稿人读不懂这个文章 呃引用的参考文献有问题 或者是过多不必要的自我引用 或者是引用了一些不相关的文献 图表不清晰 整个的格式不符合期刊的要求等等 其实这一方面的原因是更 更加可以在准备稿件的时候 避免的一些原因 那第三方面就是一些 各种其他方面的原因了 比如说文章不符合收入范围啊 然后一些 呃比如说医学类的文章 有这种人体样本的文章 没有相关的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出版伦理 方面的一些问题 包括一稿多头啊 呃这个抄袭啊等 这方面的原因 那这个去稿会发生在什么时间呢 实际上 拒稿它有可能会发生在同行评审前 也有可能 发生在这个编辑部评审的阶段 也就是这个同行评审前呢 也就是说编辑部评审的阶段 直接被拒掉 也有可能呢 会发生在同行评审 审告后第一次做决定的时候 根据审告人的意见 直接拒稿 呃当然也有可能 比如说这个根据审告人的意见 编辑给了一次这个修改的机会 但是 呃最终作者没能按照审告人的要求 提高这个文章 最终还是导致了一个巨稿 呃下面实际上是一些呃巨稿的一些具体的实力 包括比如说这个是缺乏吸引性 呃不过我看一下 现在可能由于时间原因没办法跟大家一一的过这些例子啊 我简单的说一下吧 那下面的一部分原因是 呃比如说眼睛方法有问题 这样一个原因 简单我们看一下第三个例子吧 第三个例子就是说的是 这个作者做的研究是一个跟性别相关的一个影响因素的研究 但是 首先呢 他第一个问题是就样本量太小 第二个问题呢 是在这个两个性别之间 这个受试人群 这个数量又有很大的差异 所以他的方法是有问题的 下面呢 是 在他的讨论或者结论 呃做的不是特别合理 呃进行的一个 最后被巨稿的一个原因 下面这个 unaddressed comments 这个主要就是给了修改机会 但是并没有能呃按照审告人的意见 完全的修改这个 稿件而导致的一个巨稿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第二个例子吧 首先呢 这个审告人说呃 这个文章已经是被缩短了 那可能审告人之前给他的意见就是说这个文章太肿长 但是这个呃文章虽然被缩短了 但实际上现在还是非常长而且非常让人迷惑看起来 除了呃回答了一小部分的问题之外呢 除了回答了一小部分这个审告人提出的问题之外呢 基本上没有新家的信息或者重新分析 所以说也就是说这个呃作者呢 并没有非常严肃认真的对待他的每一个问题 所以基本上就是达不到审告人的要求 所以被巨稿 那我们呃可以在巨稿之后呢 分析下我们的原因是呃 分析下我们的文章是因为什么原因被巨稿 是因为这个科学性方面 scientific soundness 还是说我们这个兴趣方面interest level的巨稿 呃为什么要区分这个呢 是因为如果是 喂你好还可以听见吗 可以的啊可以的是吧 因为我这边这个窗口突然消失了 那我继续啊 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这个提示我 呃就是我们的这个科学性方面 比如说是结果有问题或者是有一些方法 呃有一些根本的问题的话 我们这个文章实际上科学性有问题 那科学性有问题的情况下呢 实际上我们的这个文章是无论在什么期刊上 基本上都不能发表了 那我们可能只能从这一次失败中 呃这个提取教训 那吸取教训 完上我们下一次的实验设计 但是如果是因为兴趣方 interest level的原因被巨稿 比如说 不符合这个期刊的收录范围 它的吸引性不够等等这样的原因的话 那实际上这个期刊不可以发表我们的文章 我们是可以转投到另外的期刊上的 那 转投有什么好处呢 那我们的文章在 呃 转投到同一个出版社下面的其他的期刊 他有一个好处就是发表过程更快 这里举个例子啊 就是以cg旗下的这个therapeutic onces 呃 in medical oncology为例 他是一个对吸引性要求非常高的一个期刊 所以说 很有可能作者的文章会因为吸引性的原因被巨稿 呃 呃 这个编辑会转投到下面的这个clinical medicine size oncology 这个对吸引性相对来说要求没有那么高的期刊 那我如果接受到上面这个期刊的转投文章的话 我可能会考虑他在前一个期刊中所有的申告意见 选择呃继续让作者修改 不请更多的审稿人 或者请比平常需要少的审稿人这样一个过程 达到一个整体出版过程更快的一个目的 那最后呢就是一些总结和呃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sage的一些学术资源 那sage呢是拥有非常广泛的以及生育非常良好的这个呃 期刊呃他设计的领域也非常广从人文社科到科学技术和医学都有 那个覆盖那我们在准备自己稿件的过程中呢 一定要认真并且按照各种这种投稿指南来准备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个邮箱跟我联系 下面就是再快速的过一下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 sage提供的一些投稿前的一些服务 比如说我们这个sage journal recommender和sage pass 都是一个免费的选刊工具 我们的这个sage author service是一个付费的工具 呃付费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服务呃可以帮 大家进行比如说语言编辑等这样的服务 有兴趣的话可以根据这个网页去看一下 呃下面呢这个是我们sage中国的这个微信公众号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他 那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呢我们会呃分享非常多的学术资源 以及发表的优秀文章以及其他一些非常有意思的 学术相关的内容所以对大家的准备稿件啊 整个学术研究是非常有呃帮助的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sage呃中国呃中国作者的 文污网站那呃里面所有的学术资源呢已经翻译成了中文 方便大家更好的理解和这个查看他们 而最后一个是这个sage研究方法呢 呃呃如果大家是这个medicine和health呃相关领域的 可以扫码来免费下载这个三个研究方法 然后这三个研究方法是到今年年底 之前呢都是为大家免费开放的 好这个就是我今天的演讲内容 好谢谢大家然后我先把这个屏幕关掉 嗯好钟老师好嗯有没有什么问题 嗯谢谢田老师那大家什么问题欢迎提出来 或者是打在聊天室上面都可以哦 然后PPT我也已经发在那个聊天室上面了 嗯好谢谢钟老师分享 嗯嗯嗯 钟老师或者现场的有没有同学会有问题 嗯因为现在我看好像聊聊天框里面暂时还没有什么问题 对我们等一下看一下有没有 嗯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的 那那个视频的话我们等一下也会上载到我们图书馆的youtube 跟那个bilibi的账号上面 嗯好的那我先分享一下我的屏幕吧 嗯就是大家可以扫一下那个二维码帮助我们做一下问账调查 帮助图书馆了解大家的需求 那对图书馆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跟参考联系 我们之后也会不断期的推出更多的在线培训 就欢迎大家技术的支持和学习 嗯好像大家都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今天的培训就到这边 嗯那谢谢大家参与谢谢田老师 嗯好的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后期通过邮箱联系我 嗯好的好的 嗯好的辛苦东老师再见 嗯谢谢谢谢 祝大家周末愉快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